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我要讲的就是 迦玛列这时候举出两个例子为见解 他要带出来的是什么 我们很多人会读的时候 你如果所做的是出于神 必定成功 没有人能阻挡 出于人的话一定失败 所以我们怎样 我们放任他们 我们由他们把 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 迦玛列他的一个方法 所谓有智慧的做法 就是放任政策 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把 这个方法 让时间 让实况去证明自己 所以这个叫放任政策 各位有没有智慧 有没有智慧 当然有一定的智慧 对不对 有一定的智慧 但是我们要提出的一个东西就是 这样的放任政策 不一定绝对合乎神的意思 这是很重要的话 我们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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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 是很多 一般启示里面 有很多智慧 人的说法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按着神的真理 这个永久的原则 你说 如果是出于神的 一定会成功 没有人能够阻挡 这句话对吗 听起来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听起来对 但是我们现在活在相对的时间里面 如果是出于神的 没有人能阻挡 这是从什么 从永恒的角度 从长远的角度 几百几千人来看的话 没有错 出于神的 没有人能够阻挡 对不对 我们的确是这样 因为到最后 我们主耶稣基督 一定会架着云彩来 审判所有他的仇敌 得胜所有抵挡他的人 这是阿们 哈利路亚 对不对 一定的 从永恒 长远的角度来看 但是在人类历史里面 有一些短暂的时光来讲 我们会看到 有时出自神的 不一定 暂时的角度来讲 不一定会成功 换句话说 不出自神的 不一定会成功 如果用短暂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摩门教是不是出于神 当然不出于神 我们都知道摩门教 对不对 三一神论都错的 对不对 摩门教不出于神 但是 也现在如果整个历史来讲 整个世界来讲 那一千六百万人都是摩门教徒 耶和华见证人 对不对 他们就守住旧约 也是在三一神论有问题的 就是把圣子放在圣父之下 不是在位分上 乃是在神性上 都是有不一样的 这样的耶和华见证人 在全球里面也是有九百万个信徒 当然如果我们用全球来讲 九百万 一千六百万 这个不是很多的人 但是 也有好一些人数 在这些异教 这些异端里面 这样跟从着 这也是神许可的 所以他们 我们看到在信仰的角度里面 有这样的败子 对不对 有战士 好像有一些人跟从 从政治的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来思想的话 有一些起义者 反动者 有些不是出于神的 比如说这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的兴起 共产主义背后 我们都知道是无神论思想 在共产主义这一百多年 影响了大国 俄国 中国 然后东欧 很多很多的小国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在共产主义这样兴起来的时候 曾经一度影响几乎一半个世界 所以到今天来讲 这个还是没有被除去的东西 这个无神论思想 还是影响着很多的人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里面 有很多的宣教师 很多的信徒 他们被殉道 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 也有 所以神也许可 暂时许可 但是神有更长远的计划 是我们人看不到的 教会在这样的逼迫 这样的制度之下 他们受炼净 这也是神所许可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东西 就是当我们听有一些话的时候 我们要生死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出自人的一定会失败 不是啊 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 有一些出自人的东西 这几十年 一百多年 两百年 神还是让他们继续存留着 这些败子 这是到最后 我们主耶稣 主降临 驾云降临的时候 自然会除去的 所以我们会知道 主暂时给邪恶的计划 暂时的有一些成功里面 主为教会要做很重要的 炼净的工作 也需要 也要教会能够懂得分辨 各位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不懂得分辨 单单看情况 外在的现象 我这样的人就成功 我这样的人有名 他讲的东西一定是对的 这样你很容易在这个世界里面被欺骗的 有些人 怎么投资 买什么虚拟货币 赚大钱成为百万富翁 很快你就会相信这样的人 因为他有外在的成功 他讲的 他只有多久成功 他十年二十年成功的时候 你把他的理念当作真理的话 这是很危险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按照神心意而定立的计划 有没有可能暂时失败的 人来看暂时失败的时候 可能有 一定有 所以我们会知道初代教会的情况 初代教会的情况 使徒们除了约翰全部殉道 很多初代信徒 其实在罗马一个一个的皇帝 他们罗马皇帝的残忍残暴之下 他们就殉道 他们为什么殉道 他们不愿意祭拜罗马王 有些要向他们下跪 要把他们当作神来拜 圣徒们全部不要 初代教会有很多杀的杀 斩的斩 烧的烧 钉十字架的 钉十字架 有这样 一直到 Constantine皇帝 对不对 在313年 把基督教成为 罗马的国教 那时候才胜利 对不对 但是之后也有之后的问题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你要想 这300年里面 看到这么多基督徒被杀 被烧 被斩首 被钉十字架这个当中 身在哪里 很多人可能会这样说 但是那时候圣灵强烈的工作 越逼迫信的人是越多 所以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解释 用现象来解释 我们要解释的对 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真理 真的完全被现象来影响 按照现象来解释 我们一定会被欺骗 所以 如果我们说让神在时间里面证明 那我们一定要问自己 这句话是不是一种逃避 有时候来讲 是的 反而我们应该说什么 如果在神眼前是不对的事 我们应该要怎么纠正他 在神眼前是对的事 我们要怎样坚定立场 这样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记得好几年前 有些人在网站就开始攻击我们 我们一来都是一个放任政策 不要去管他 人家这样攻击我们 神自己会证明 听得懂真理的人会听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越攻击越离谱的时候 我就感觉说好像不太对劲 连听我们道德的人 他们有听到这样的是非的时候 心里面受影响 我们又没有做出解释 所以我跟同工们商量 我们不可以 我们前年吗还是前年 这个疫情的时候没有这么忙 我们就静下来 好好看一遍所有攻击我们的人的文章 然后我跟同工们就写出全部的那些辩证 然后就全部放在网上 其实我们一这样做的时候 堵住仇敌的口 之后不需要解释 人家讲什么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辩明那些东西 所以我也在那个时候 我们也很迟钝 这么多年我们就是觉得说放任政策 就是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在短暂的时光来讲 不一定是对的 有时候我们要看那件事情 如果那件事情是 真的是挺中立的 可以是这样 可以是那样 我们就保持安静就好 但是如果那件事情是不对的 你不纠正它 那这是你的愚昧 所以这是我要特别要告诉各位 中立或者被动 不一定是顺服神 有时候是我们的怕事 有时候是我们的一种的逃避 很有可能是 所以我也读了这个 这个礼拜看了加玛列 为什么这么有智慧 德高望重的一个老师 他讲这样的话 但是我们知道使徒行传 是以圣灵 以使徒为中心的 使徒们所判断的 所讲的才是真理 对不对 所以加玛列一个被众人尊重的 他的智慧 各位不要太快地称赞他 不要太快地称赞 各位就给各位另外一个例子来讲 我自己在宣教的一个合场里面 有时候建立教会 培养门徒的事情上 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是很多很多仇敌的工作 有一些生命堂分裂的时候 这群人走 那群人分开还是怎样的 带一群人出来 有这样的事情 我并不是说我们生命堂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是很直接的承认 只要有人在的地方 有罪人在的地方 有仇敌的地方 如果人一不小心 这是会有发生的事情 不管你是不是改革 不改革 你是灵恩 你是传统保守教会 都是有分裂 分裂是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发生的事情 但是当分裂一发生的时候 那个怎么处理是很重要的 分裂一发生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这样主任牧师 就是一看分裂了 比如说很远的地方在中国还是哪里 分裂发生了 那时候 哎呀 判断不到了 对不对 分裂了 时间过了 谁对谁错自然会写明出来 我们通常是有这样的想法这样来看 后来我以前开始也这样 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不可以这样 这样里面没有上帝的公义 有些人作恶的继续让他作恶 作对的 你不勉励他 不安慰他也不可以 所以有时候有分裂 分裂当然都是 都是人的软弱 对不对 发生的 这个是一定要讲 但是这个当中 谁做错的 谁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谁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是要讲清楚 这个是如果一没有讲清楚 神的公义不显明出来 神的荣耀就被遮盖了 我不知道各位可以想得到这个 好像你两个孩子打架 打打 到最后谁打赢谁就是对了 还是什么 或者说随便 放掉你们我管不了了 两个孩子打架就这样 你可以这样做父亲 你这样做父亲的话 你的孩子以后长大变敌人 对不对 你一定要处理 两个人打架 有打架的理由 在那个时候 可能打起来两个都错 但是谁比较错 还是什么 一定要有立场 这个立场一讲明了 之后服不服气 还是什么东西 神自己会在时间里面 会证明出来 所以今天这段 我为什么分出来讲 因为我在讲第五章的时候 使徒们被逼迫 这样靠着圣灵 大人的能力 这样讲的话没有意思 你要知道神的启示里面 当神借着使徒记载每一件事 一定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今天特别在这个方面要说的 方认政策 这个本身 该判断的不判断 该做的不做 然后我们交给神 听起来很属灵 其实不是 其实是体贴自己 体贴自己的本性 来面对现在的这个难事 所以不太对 所以使徒们绝对受圣灵引导的时候 绝对不是这样做 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身上 现在他们的遭遇 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 第39节 这个是加玛列说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还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这样的话 有没有短期来讲 可能但是长远来讲 没有这个真理的根基在里面 总是还是要顺服神的旨意